插入那個count if 函數 range 指的是這個by 裡面的這個b2 ctrl 去的向下 那 criteria 指的就是這個而已 不是整個 所以這個邏輯應該怎麼講呢 就是說 criteria 裡面是要找的 找他 去哪邊找呢 去上面這個範圍 在by 裡面找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有多個範圍 就是說呢 兩個範圍 那其實我們是先找他 再找他 所以等一下可以向下填滿 如果有找到是1 沒找到就連 你就按確定 向下填滿 有沒有 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全部找完 怎麼全部都連 選到7 可以選錯範圍 所以這邊再插入一下 範圍應該是從 這邊 所以應該是第一個先選這個 ctrl 去的向下 ok 這樣的話 這樣點兩下應該就ok了 他其實速度還蠻快的 ok 然後呢 最後當然你就可以 再針對這個地方做篩選 所以優標記得放上面 然後篩選一下 把那個1的部分留下來 再填顏色 填完顏色之後再取消篩選 再把這一個給刪掉 那最後的話呢 我是在錄製聚齊 所以特別主要聚齊錄完之後 這邊都有 我也有把那個最後的完成的那個程式畫面等等 所以你在旁邊有個參考解答 我剛剛做的動作 然後基本上大概都會把它照相下來 就是兩個範圍的比對 其實利用主要是conif跟篩選 就可以達成了 那這邊都大概如果你可以參考 程式的部分 我也把它貼在上面 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是今天額外補充的 另外好像同學還有一題 不過今天可能時間不太夠 各位可以回去可以想想看 在那個上面還有一題是那個 比較變小標示 有沒有這個上面 比較變小標示 那這個名稱 這個 因為這個我自己隨便取一個名稱 那很簡單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假如比下一個還要小的話 那你幫我標示一下 意思就是說有沒有 縱向的6月1號到6月7號 如果它下面比較小 那你就怎麼樣 把它變紅色字 如果它比較大 不用 它又比較小 那就標示 它又比較大 沒有 這個 所以基本上應該可以了解邏輯吧 那我們可能會需要有縱向的 也有橫向的 有沒有 一個縱向的 一個橫向的 橫向的話 其實結果就是內容都一樣 只是一個是橫的 一個是重的 那基本上 這樣的 這個題目 在ecell裡面好像 沒辦法用函數 因為這邊會牽涉到 加顏色 加顏色 函數沒辦法改變顏色 所以你可能頂多是可以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但是設定格式化條件還是很難 所以這個地方我像我直接可以寫VBA VBA的話基本上邏輯是 4i等於2到8 如果上面一個跟下面一個比對 如果下面的比較小的話 把它改顏色 所以程式大概只有五行 就寫完了 縱向可以 橫向也可以 那怎麼做 我想 最後你可能寫個按鈕 完成結果 我是希望在旁邊有沒有有個按鈕按下去 全部做完了 因為這個小範圍還可以用人工 因為大範圍不得了 每個這樣看 看到眼睛脫窗還是 還會做錯了 對不對 OK 所以請各位回去可以想想看這一題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大概就是額外補充兩題 那回去的話還是盡可能的再把我們今天講的題目還是要多做複習 因為這個題目最重要還是要你從頭到尾做過一遍 不肯定 沒問題 不肯定 沒有等 這一期